胆囊结石的话 现在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可能和我们的生活饮食这些都有关系 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胆结石 就是从来没有疼痛过 没有发出过疼痛 这种是可以建议观察的 当然另外就是一个是反复发作的胆结石 我们是建议做手术的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胆结石 一般来说结石大于2.5厘米 从我们的指南上来讲 这种结石的话 可能导致胆囊恶变的几率会比较高了 所以说我们在大于2.5厘米的胆结石 我们也是建议要手术治疗的 不能因为你一个胆结石最后变成胆囊癌 那你就可能就很悲催了 现在的胆结石手术都非常成熟了 基本上都是用腹腔镜 而且这个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两三天 这个疤痕也会很小 所以说有些些问题就给它解决了 一面有后顾之忧 是吧 我可以说我可以说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 这些事是有很多问题吗 我会发现 这个问题是我会发现 这些事情就要找到 你会发现 我会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